儿子 你看你欺的啥媳妇了 都几点了也不给妈做饭吃 赶紧给她理了 妈带给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 比她抢一百倍 行妈 这次呀 我就听您的 妈 我们回来了 哎呀儿子 这姑娘是谁呀 妈 这是我新找的女朋友 冰玉 阿姨好 那真正呢 我跟她离婚了 可以呀儿子 你看这姑娘长得 又年轻又漂亮呢 可比真正强多了 妈 这以后啊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你们可要好好相处 可不能欺负冰玉 放心嘛儿子 妈呀 会像亲闺女一样对待她 那行 冰玉 你在家好好照顾妈 我公司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行你放心吧 快来快来坐 冰玉 该做饭了 你这孩子 我让你去做饭呢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让我做饭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厨房 我来你家是客人 你有没有代客之道呀 你什么客人啊 你来我们家 我们就是一家人 你说我儿媳妇 你就应该做饭做家务 什么 儿媳妇就该做饭做家务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啊 你 你什么你 我来你家是跟你儿子享福的 不是来给你当保姆的 少给我动手动脚啊 我跟你说 这八年台远道可不是白练的 赶紧给我做饭去 你能抹布脏兮兮的能擦干净吗 去多洗几遍去 今天擦不干净别出来 我 珍珍 擦完了没有 今天擦不干净就别出了啊 妈 马上就好啊 擦完了再把厕所的马桶刷一下啊 知道了 妈 快点擦 擦完去把马桶给我刷了 妈 我回来了 儿子 你磕涮回来了 妈 您这怎么了 你媳妇在家啥都不干 还对我大呼小叫的 还想打我呢 你看这地 我都吐了十遍了 她还说不干净 这不挺好的吗 这不就是您想要的吗 继续努力啊 您啊 整天劝我跟珍珍离婚 给你找个年轻的漂亮的 这冰玉不是挺年轻挺漂亮的吗 儿子 你快把珍珍给我找回来吧 我真受不了她了 找回来干嘛呀 让您欺负她呀 我的婚姻您总是指手画脚 这回您满意了吧 植珍 真正 进来吧 妈 我是不会跟真真离婚的 我们呀 只不过上冰玉 陪我们演了一出戏 我想让您知道 什么叫做咎由自取 有些家庭因为老人的挑唆 打老婆骂老婆 如果因为这些就离婚的男人 那就是三观不正 没脑子的废物 宾宇 谢谢你 妈 在所有亲情排序当中 夫妻关系排第一 子女关系排第二 父母关系才能排到第三 您先别着急给我扣顶大逆不道的帽子 您好好想一想 如果家庭的关系过乱的话 有哪个家庭会幸福啊 所谓家和才能万事兴 您要是真想为我好 就应该学会适当放手 这样我的婚姻才能更加和谐